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接收运行非常快 我们立马可以收到新 然后在我们这里呢 出到门口就可以收到十个新 出去就可以收到十二个新 首先看一下一个3D建筑的演示 我们以北京的天安门来看一下 一个3D实景的建筑 大家看一下是一个3D360度的壮东的一个建筑 然后呢一个3D的实景路口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倒车功能 我们只要接上倒车呢 它在一秒钟之内就会切换倒车 非常的快 最后我们的CCC摄像头非常的清晰 现在呢是一个3D的实景演示 我们看一下现在是一个3D模式 我们点一下呢就可以去到一个北向上的模式 现在是一个3D实景大家看一下 如果有四条路走这条路 很方便的表示出来 然后现在是一个北向上 车头向上 这款呢还是一个手写的功能 不会打字的可以很简单的在这里实现一个手写 我们直接点到手写输入法 直接在这里写就可以了 写起来非常顺畅 识别非常的快 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功能 然后呢收音机功能 收音机呢现在用菲利普最新的芯片 收音器非常的好 现在我们都没有这片线 都能收到信号 非常的清晰 蓝牙功能 蓝牙功能呢我们连接手机 可以实现一个蓝牙免提 或者蓝牙音乐播放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个媒体播放功能 一是一个DVD播放 一个是内存卡的播放 现在是一个内存卡的播放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现在插的是一个SD卡 然后呢我们就会很快的一个读卡 把那个卡的内容分门别类的读出来 其中呢有包含一个NP3部分 NP4部分还有一个是图片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呢他会以一个NP4优先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点这个呢是音乐 就是一个NP3 实现一个中文的名字显示 然后这里是图片 这里是一个NP4电影 我们来打开一个我们的NP4电影看一下 效果非常的清晰 因为它是用一个硬件的解码来读这个NP4的 所以不会卡 很多人说现在选个蝴蝶机 但蝴蝶机它是一个CPU来关几个程序 所以导航的时候就不能关视频 我们呢就可以边导航边放这个NP4 我们实现快进看一下 非常的清晰 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看一下一个DVD的功能 我们点光盘或者按DVD 就可以实现一个DVD的播放 我们现在里面已经放了一张DVD光盘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呢有个恢复播放 就是说我们原来播放哪里 它会有个记忆 记忆播放 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个音质 画质都是非常棒的 我们还可以再实现一个快进啊 什么的 就下一曲 大家看一下这个色彩啊 亮度啊 清晰度啊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超级 然后我们看一下其他功能 我们先把音乐停掉 然后我们看一下下一页 工具 有五款比较实用的工具 电子数计算器 图片里面 车牌常语 生病常语 然后有三款比较好玩的小游戏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的图片背景是可以更换的 我们来看一下设置菜单 然后呢 我们选择一个背景选择 背景选择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 里面预知了 系统预知了很多的图片 我们双击一下就可以了 自然生物 汽车 卡通 艺术 自然 也可以选一些背景 然后更可以选 我们GPS卡里面的图片 BMP的格式 这款机器呢 用的ARM11的系统 今年最新的一个方案 128的超大的一个内存 然后呢 116.0的系统 性价比非常的好 是的 反程的重裂 我们写着 因此